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很多仓鼠往往会把自己的内单跟食物一起藏在嘴里 甚至毫不犹豫地吃掉 很多老铁看到这种情况都很担心 生怕会对仓鼠身体造成伤害或者食物中毒 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解释心中的疑惑 视频很有趣 建议先收藏 仓鼠吃掉自己的内单 属于仓鼠的正常生活习惯 主人无需担心 仓鼠把自己的内单当作食物吃下去 这是因为仓鼠的食物大多为植物纤维性物质 当经过仓鼠肠胃的时候会被分解成碳水化合物 但如果没有及时全部被吸收消化的话 这部分养分就会在仓鼠的肠胃里 经过七七四十九个小时的炼制 浓缩成精华 残留在仓鼠的内单里 炼制好的内单排泄出来后 仓鼠并会再次吃进去 这时候内单里面残留的养分会更容易被吸收掉 仓鼠通过吃内单的方法 能将食物中的养分最高吸收率达到80% 经过炼制的内单 属于二次利用 也就是仓鼠已经吃过一次的 既然第一次吃都没事 所以第二次肯定也没什么问题 小伙伴们完全不用担心 那么问题来了 假如你是仓鼠 你会不会吃自己的内单